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我们公司的这种活动真的是心潮澎湃 大家都在想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在这样的一个三年疫情后来到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我想说其实每个人都想在这个平台里取得成功 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如果我们要活得好其实简单至极 就是把我们的频率调高就好了 那就是我们的高频的能量呢 就是自信 感恩 喜悦等正面的一个情绪 如果我们把这个频率调高之后呢 那当然我们身上所有的这种低频的能量就会离我们而去 比如说我们会遇到恐惧 愤怒 怨恨等负面的情绪 那首先我在这里呢 向全球的家人们和创业家们朋友们问好 那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呢 我就学的是电影和音乐 那我的人生的前半场呢 就是跟艺术 跟影视 跟新闻媒体 跟艺术教育有关 可是呢 大家知道吗 在我的人生的后半场呢 我因缘际会呢 我来到了电商的这个平台 2014年 也就是将近十年前 那我在十年前呢 我有幸学习到了我们的国际领袖 Kim Huy的十二堂课 那今天呢 我也想通过这个短短的时间 来跟全球的伙伴们一起来聊一聊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拿到结果 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心态 才能令到我们真正的拿到想要我们的大成功 好 请允许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BBT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 oh sorry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好 如果能看到我的屏幕 请给我打一个一字 好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的回应 我们经常在说呀 一个好的心态 能够帮助我们拿到成功 那什么样的心态才是好的心态呢 首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态 那我相信啊 我们不是平白无故的 来到我们的3国际这个平台 所以呢 亲爱的各位 如果您如果对您的推荐的朋友 抱有一个感恩的心态 我相信这个能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如果呢 亲爱的各位 如果您还没有去跟你的 带你来到这个平台伙伴们说声感谢呢 我想这个时候呢 您可以拿起您的电话 或者用微信 或者说用一个表情去告诉他你的感恩的心情 感恩的这样一个心态 当然呢 我们作为推荐人 也要感恩朋友的信任 伙伴的信赖 因为呢 其实拥有了感恩的心态呢 才真正的拥有这个我们经常讲到的吸引力法则 吸引力法则是什么呢 就是物与类聚 说到底就是我们因为心想 我们想心之所想 然后由意念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电磁波 那这个电磁波呢 它有特定的频率 当你散发出的电磁波 就会吸引相同频率的电磁波 因为呢 你给到了伙伴这样的爱 因为这么众多的茫茫人海 为什么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消息告诉你 现在已经推进进来的朋友呢 因为你爱他们 你足够的 你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你愿意给他们 所以给爱 得爱 付出 得回报 当然呢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如果你给到的是抱怨 当然 您得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愿的 给愿得愿 所以亲爱的各位 大家如果想增强自己电磁波的吸引力吗 所以呢 一定要用感恩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因为只有感恩才能增强您的电磁波的威力 数倍以上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想要成功 还要拥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心态呢 那我想说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3国际的平台呢 我们都要有一个正面 积极 而且乐观的一个心态 因为积极的心态呢 是成功定律的黄金的法则 对 因为正面的态度呢 会带来意想不到 截然不同的一个结果 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正向的引导 因为无论遇到任何障碍呢 都要保持正面的一个心态 包括积极的心态 好 那我想说呢 我们每个人 因着对未来的一个期许 因着对推荐你来的这个伙伴的一份信任 我们来到这个平台 所以呢 我们每个人 如果都有一个正面积极乐观的心态呢 我相信我们离成功已经很近了 所以 亲爱的各位 我们对3这个事业要有足够的热情 还有呢 激情 刚才我们看到前面啊 这个阿龙老师给我们放的这种视频 我看到呢 我真的是突然心动 我看到他们每个人都是 那么的喜乐 那么的开心啊 我相信因为大家聚在一起的这种能量呢 才是一个正向的能量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在这个3的这个平台 我们要有怎样的心态呢 自信的心态 才能够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因为呢 在这样一个平台 仅仅靠希望 真的不会美梦成真 因为唯有非常强烈的企图心 才能够促顶我们下定决心 全情投入 当然 我们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啊 那我们自信来源于哪里呢 我们对产品的了解 对公司背书的了解 对我们 我们头号经销上 我们国际领袖金会 还有我们团队领导人的 这个信心和信念啊 当然 我们就会展现出 自信的这样一个心态 当我们全情投入 以赢家的心态来建立信心 那当然我们每个人都会 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那我相信好的产品 好的平台 那我们还是要需要 认真的使用和学习 当我们认真使用产品 我们会觉得 哇 真的 就像我们这个 这个线上这些伙伴们 不管他的皮肤 来自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种族 他们都在分享 使用好产品的见证 我们觉得 哇 为什么 他们用的这么好 我只要认真的用 就一定能好 好 我们只要在这个平台 我们持续的使用 这个好的产品 我们持续的来学习 就可以建立我们 强大的内心和自信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我们除了拥有前面 我们刚才讲到的 感恩的心态 正面积极乐观的心态 还有自信的心态 我们还要有一种 什么样的心态呢 就是要有空碑学习 这个归零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其实呢 在过去呢 我可能回想一下我自己 那在过去呢 真的也不够谦卑 也不够归零 我那个时候呢 可能觉得 哇 我知道 我这个也知道 那个也知道 可是呢 亲爱的各位 大家知道吗 其实知道 你不一定能够做到 当我们有空碑的 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 就像海绵一样 我们才能 吸保营养 才能有一个空碑的 一个好的心态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归零学习的心态 要有怎么样 才能够做得到呢 因为互联网时代的 新的商业模式 很多人一跟他说分享 一跟他说双区 这样一个制度 他说我知道 我懂 可是亲爱的各位 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个当下 我们不去当董先生 董小姐 那我们每个人都会有 非常快速的成长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 就是一个多变的 一个商业模式的时代 我们要以全新的 一个思维 来接受新领域知识 带给我们的冲击力 还有呢 归零是一种积极的心态 所有的成败 对这个平台 都是一种过去 很多人说 他在过去 过往的平台 有非常大的成功 可是亲爱的各位 大家看到吗 极大成功的很多的伙伴 来到我们3平台 每个人都变得非常谦卑 非常的执着认真的 重新归零来学习 所以呢 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 这样一个积极的心态 其实每个人都有过去 自己知识的储备 和自己的经验 我们真的有时候 不要去做这个经验主义 我们不要去 一来就说 这个我也懂 那个也懂 可是呢 实际上呢 这样的一个新平台当中 如果我们像一个空杯 来吸收别人所有的经验 我们就比别人多一套经验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接下去 我们的心态呢 就是要有一个 我们说到的 老板的心态 为什么说我们要有一个 老板的心态呢 因为当我决定 要来参与3平台的分享的时候呢 我把发条一扭啊 我就决定 我要像一个老板一样 我开了一个跨国企业 我开了一家跨国的企业 我要做什么呢 我接下来一定就是招兵买马 我一定要找人才 我一定要在15个国家的范围内 找到这个明确自己定位的 然后呢 有愿景的 然后呢 有能力的 然后更重要的一点呢 他有一颗慈爱的心 这样的一个伙伴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您定位自己是终点工 一周一个小时 或者一周两个小时 那很抱歉 我告诉大家 也许你这样持着一横的坚持下 也许能成功 但是呢 我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您的成功会非常的慢 所以呢 您定位自己是老板 还是一个成功的 创富的企业家 还是你要把自己定位是一个跨国企业 我是在这个 跟随这个3国际的这个平台 那我们初创时期呢 有15个国家 我们是开全球15个国家的连锁网店 那在这里呢 我也想哈 其实我们有点像什么呢 麦当劳 大家都知道 麦当劳不是靠卖汉堡 不是靠卖薯条赚钱 他是做的房地产 他是做的全球的连锁店 他开的连锁店 可是呢 亲爱的各位 我们知道 我们跟随3的这样的一个交互式电商平台 我们就是开了15个国家的跨国的全球连锁网店 所以呢 大家要把频率调整过来 我们是老板的心态 那我们是老板就不会说 哇 我做一做我就要放弃 我觉得有点好像不太容易 有跟几个人说了 他们好像不太认同 可是亲爱的各位 当我决定要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没有把2000多美金的投资看作是 我只投了2000多美金 可是我把它当成 我投资了2000多万美金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来看待 当我明确的定位以后呢 我相信我自己的所做的工作 我的决心和信心和信念系统是不一样的啊 大家知道这个休吉尔先生啊 他有非常著名的一句话 他说不要浪费一场危机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呢 真的是战争也遇到了 这个疫情也遇到了 几百年不遇的这种大世界 我们每个人都遇到了 可是纵观一下百年历史 世界百年史 我们会发现 14世纪大概在公元1350年左右的时候呢 一场鼠疫席卷了欧洲 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 就是14世纪的黑死病 但是去到了15世纪 那美洲的原住民死于欧洲殖民者 带来的各种致命的天花 麻疹白猴 伤寒等等疾病啊 可是到了18世纪呢 黄热病 当时呢 美国的经济中心费城啊 因为一场黄热病 总人口数五万余人当中的十分之一 都死于这场瘟疫 然后到了19世纪的祸乱啊 祸乱是从1881年 从印度开始传播到欧洲的 到了20世纪的流感啊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具现在已经1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啊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可是呢 大家会发现一个共性啊 就是没有一次疫情不被战胜 没有一次危机不被解除 所以危机的背后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还要具备什么样的心态呢 就是要具备一个助人的心态 那我们经常在说哈 助人者天助也 其实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呢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吸引力呢 不是你的容颜 不是你的财富 也不是你财高八斗 不是你的财华 而是你传递给对方的信赖和踏实 真诚和善良 一种非常正的能量 我们如果你肯为别人撑闪 肯为别人开路 才是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 所以助人者天助也 当我们帮助足够多的人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成功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拥有助人的心态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去到成功的彼岸的时候呢 我们还需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就是要有包容的心态 好那包容的心态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哈 我们经营3这个事业平台 就是经营人的事业 所以呢 人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因为有的人可能外向 有的人可能内向 有的人反应快 有的人反应慢 可是呢 亲爱的各位 我们人和人之间真的要宽容 而且呢 要包容才能长久的相处 所以呢 我们只要具备了这个包容的心态 我们又距离成功更近了一步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还要具备什么样的心态呢 就是忠诚的心态 好那忠诚的心态呢 就是忠诚和诚实 是我们每个人做人基本的心态 是最伟大的一个品德 那我们使用品牌 使用产品的品牌的忠诚度 还有呢 我们在过去啊 我们对朋友的这种忠诚 也会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之中显现无遗 所以当你具备了以上的心态呢 那我们离成功真的非常非常近了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再看看 我们还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其实亲爱的各位 好像今天这个课呢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 有一点点说教啊 其实呢 在这里我想也不是说教 我也是说给我自己听的啊 其实在这个系统当中呢 我们都要有一个勇敢的心态 因为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 没有人不遇到拒绝 包括我 我相信包括我们的领袖啊 每一个领袖都会遇到拒绝 因为分享平台就是在销售自己 是最勇敢的职业啊 因为我们面对这个事业的时候呢 是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别人 被拒绝后呢会产生这样的恐惧的心态 可能很长时间你不不愿意拿起电话来拨通电话 跟对方来聊天或者来沟通 所以呢勇气非常的重要哦 大家知道吗 没有哪一棵参天大树是泼热水长大的 它都是泼冷水长大的 所以呢勇气是我们行动的动力 让勇敢在我们的心里生根发芽 因为亲爱的各位 我们这么好的产品 经过验证的 在美国几千家营养素保健品的公司当中 只有22家公司上了美国的医生药点 那么18家呢 有一款产品上了药点 只有三家公司有一款 超过一款以上的产品 上了美国的医生药点 而我们3国际平台呢 在第一阶段的六款产品 全部都上了PDR 所以呢 此时此刻 我们真的应该给自己的选择 一个大大的鼓励和大大的掌声 所以我们大胆的去分享 分享我们这样的一个 了不起的产品 那在这个了不起的产品背后呢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商机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说 我们做一份事业 要有长期主义 我们要有一个持久的心态 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持久的心态呢 那在这里呢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分享一下 就是巴菲特 就是我们的股神 大家是万众瞩目的 这样的一个股神 说到巴菲特 大家都知道他很多很多的故事 他也撰写了很多的书籍 知道大家怎么去投资 怎么去买股票 可是大家知道吗 他有一个终身的好朋友 他非常非常重视的好朋友 这位先生呢 叫做查理芒格 这位查理芒格今年已经九十多岁的高龄了 每次巴菲特的这个股东大会呢 都一定要让那个查理芒格到他的会场 我记得有一次呢 查理芒格没有出席他的会议 所以呢 他用了一个纸牌人 放在那里 就问他 那个巴菲特问查理芒格 你有什么补充意见吗 他说没有 他永远都说的那句话 永远都说的 积极向上赞美的话 可是大家知道吗 我在这里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查理芒格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穷查理宝典 那在这本书里呢 记载了一个思想的宝典 他这个思想宝典呢 可以带我们领略一下复利的魔力 他说呢 复利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模型之一 那现在呢 亲爱的各位 有两个选择摆在你的面前 我看金明在举手吗 金明 谢谢啊 好 如果有问题的话 待会呢 我们可以留到最后来 我为大家做解答 现在有两个选择 摆在您的面前 好 但是呢 亲爱的各位 当您选择以后 不能改变主意 所以呢 在您选以前呢 一定要做慎重的一个考虑 那第一个选择呢 就是每天 给你 一千美元 好 一千美元算上 乘以人民币 七点三三 好 也是每天 一大笔钱了 对吗 连续呢 可以给您三十天 您拿到钱之后呢 随时都可以花 你想买什么 想用什么 你都可以拿这笔钱去用 可是第二个选择呢 是什么呢 第二个选择就是说 每一天给你一美分 第一天给你一美分 第二天呢 给您两美分 第三天呢 给您四美分 每天给的钱呢 都是前一天的两倍 这样呢 会持续三十天 三十天以后呢 您才能动用这笔钱 我相信呢 在屏幕前呢 各位伙伴哈 我不知道大家会做 怎样的选择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选 第一个 对吗 因为每天可以拿 一千美金 还可以随时都可以花 大家都觉得 要落袋为安 所以还是第一种 合适 对吗 我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 您会选哪一个 可是大家知道吗 如果按第一个选择 您只能得到三万美金 为什么呢 一千美金乘以三十天 对吗 可是呢 因为不限制您的消费 最后剩下的 应该不到三万美元 对吗 可是如果你选择第二种 富力的魔力呢 会使总数达到 大家猜一下 有多少金额 真的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惊讶 是这个总数会达到 五百三十七万美元 那么富力在投资的初期 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我记得我们的国际领袖 Kim Huy呢 在给我们的这个 实战的会议上 也告诉我们 那前期呢 可能大家会觉得 我们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非常的 努力在工作 可是呢 我们看到的回报 只有一点点 一点点 可是大家知道吗 随着时间的累积 你会去到那个 少劳多得期 因为 富力在投资的初期 就是这样的呀 一直到要 持续到足够长的时间 才会突然的发生 爆炸式的增长 对此呢 所以亲爱的各位 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 那在这里呢 说到富力这个理论呢 我相信也是 可以放在我们使用产品 还有呢 我们的个人成长当中来 也是同样的运用 每天我们努力 百分之一的人呢 在未来的成长值上 会有惊人的改变 那很多人说 哇 好像我吃了产品 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善 可是大家知道吗 我们持续的用三个月 六个月 你会发生惊人的变化 好 那第一种情形呢 如果说 你说啊 这个我身体很好啊 我也不需要赚钱 我现在日子过得还不错 我也不想改变 那这种人呢 就是他每天都昏昏噩噩噩 每天看电视 每天刷手机 他没有一点点的进步 一年以后 我们会发现呢 他的水平值啊 还是维持在原状 他还是一 那第二种情形呢 我们每天学习一点点 就像今天来到线上的所有伙伴 我们每天只进步了1% 但是一年以后 您的水平值是多少呢 就是1.01乘以365天 那最后的得数是什么呢 37.78 大家会觉得怎么样 有点惊讶吧 那第三种情形呢 你每天还在退步一点点 就是退步一个1% 您自认为自己很健康 自认为自己 自己还不错啊 我的收入也还不错 我的健康也还不错 可是大家知道吗 我们每一天都在衰老 我们每一天身体都会受到自由基的 多少次的攻击 所以呢 亲爱的各位 我们如果是抱有这样的一个 退步的一个心态的话呢 一年以后您的水平值 我算给大家听一下 是0.99乘以365天 您的得数是退步了 您的健康退步了 0.025 您的个人成长退步了 0.025 所以每天努力一点点的人 一年以后优秀了将近38倍 我们就会看到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的领袖 我们都是同一天出发的 我们会发现 哇 这些领袖 为什么他站在台上 那样的神采飞扬 为什么他站在台上 那么的光芒四射 就是因为他每天进步一点 每天进步一小步 那一年以后 他是38倍的成长 所以亲爱的各位 我们要相信概率 不要相信运气 那我们经常在说 我们要怎么去跟伙伴呢 做推荐呢 其实就是分享你自己的改变 你自己的得着 使用产品的见证 其实这个分享 非常的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因为你成为了 这个产品的代言人 你成为了这个产品 背后的产品 您的这个整个的心态 您的形态 您的状态 就代表了3的产品的 这个科技力量 您也代表了这个公司的形象 所以呢 亲爱的各位 从今天开始 我们每天进步1%好吗 那我们用坚持3到5年 来换取一个30年到50年的一个成果 好不好 我相信 当大家看到这个10个心态 如果您全部具备了这个10个心态呢 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去到成功的彼岸 好 那我这两天呢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得着 这两天 我星期六的时候呢 我拿到了 Tim Free的这本书 我们的国际领袖 其实这本书 它在10年前就撰写了 可是呢 很遗憾的是 我没有机会去看到这本书 那这段时间呢 我大概这个5天的时间 我就认真的读他的书 读了两遍 在他的这个书里面呢 他讲到创业的12堂必修课 前面就讲到成功都有心法 心法需要坚持 一分一秒 一寸一步 慢慢来 但是要真的做才有效 那么 Kim Free创业的12堂课呢 我是在10年前啊 大概9年前10年前 我都认真的去学习去聆听 可是亲爱的各位 大家知道吗 这一次不一样的地方呢 他是 果断的带领全球的伙伴 在这样的一个 创业浪潮当中 他是率先为犯 存在最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创业家 所以在他的身上 我真的看到了创业家那样 生生不息的精神 真的 我在这个看书的时候 我有很多次的感动啊 其实 我认识他已经 我其实在过去的平台 我认识他 只是我通过电脑上 他讲的课认识他 但是呢 非常幸运的是 非常感恩的是 因为3平台 我能够跟随在他的身边 来学习他创业的 非常多的一些精神和宝典 那我知道哈 这本书里他也讲到 2008年四川的汶川地震 他第一时间也有捐款 2013年四川亚安的地震 他也有第一时间的捐款 可是在这么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从来没有去宣扬 没有去告诉我们 他做了怎么样的一个慈善的工作 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 我真的数次的山人泪下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 了不起的创业家 他不是在说 而是在做 他是不断的用自己的行动 行动再行动 一步一步的在感召我们 我相信这样的领导 能够把我们带向何方 这样的领袖 把我们带向未来3年5年 做到100亿美金 甚至5年以后做到1000亿美金的试制 是绝对有可能的 所以亲爱的各位 如果您周遭的朋友 还没有打起100%的精神 还没有开始用我们这个正确的心态 来开展我们这个事业的话呢 我们慢慢的告诉他 慢慢的告诉他 我们想要拿结果 我们要拿大成果 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就是要抱持有 刚才我们讲到的这样的10种 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么我想说 刚才我讲到的这个查理芒格 他的穷查理宝典当中呢 给到我们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觉醒 一个就是我们思维的迭代 他告诉我们 我们要每天阅读 就是我们要时常去看 最新的生物科技领域的一些报道 我们要看国际国内的经济的走势 当然我们要关注民生等等 每天要阅读 所以我的习惯呢 每天呢 我都会看很多新闻 不光是国内的 国际的 德国的 包括日本的新闻 我也爱看 可能是原因 我本身就是媒体人的原因 每天我们要坚持阅读 另外呢 就是拒绝重重 很多人说 哇 我手上一大把项目 我今天有这个平台 我有那个平台 在这样一个平台 比阳台多的这个当下 我们要有一双慧眼 我们要找到那个对的 含金量极高的项目 那我们毫无疑问 最国际 就是含金量最高的项目 我们要有逆向思维 因为逆向思维 才能让我们脱颖而出 对 还有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去确定目标 没有目标的愿景 都是一场空 我们 当我们伙伴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帮助他设定目标 当他没有目标的时候呢 或者他没有看懂这个商机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学会抽丝剥茧的 去帮助伙伴们 看懂这样的一个商机 看懂大健康这个赛道 为什么在未来2035年成为中国GDP50%的一个增长点 它的引擎就是大健康领域的产业 所以如果各位错过了过去20年房地产的增长 那未来我们该去向何方呢 请大家来到我们大健康这个赛道 可是在众多的大健康赛道当中 良幼不齐的赛道有非常的多 我们选择大于努力 好所以呢 我们当我们定下有目标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上三星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一个月 还是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上到三星 当我们不断的去复制三星的时候呢 我们市场就应运而生了 那另外呢 就是少想多做 很多很多时候哈 我记得小米雷军也说到这句话哈 想都是问题 做才是答案 所以呢 我们要要多做多做多行动 行动行动行动再行动哈 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一个状态和心态 因为时代不断在跟跌啊 我们生物科技的这个技术 也不断不断的在在变革 我们的商业模式也不断不断的在迭代 我们要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习惯哈 所以呢 呃亲爱的各位 我相信当我们每一个人哈拥有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十种心态 我们成功是必然的哈 那在这个关于这个持久心态长期主义背后呢 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最后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大树理论这个故事呢 非常的短道理却很深哈我们去看这个森林里或者是公园里哈那个餐厅大树它们是为什么会成为一棵大树呢首先成为大树第一个条件是时间我们要在对的时间节点种下那个种子它会才会慢慢的生根发芽开花长出果实结 也长成一棵餐厅大树那成为一个终身大树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不动 好 这两个看似简单哈可是做起来有点难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被周围的人影响哈他们说还有更好的项目还有更赚钱的项目还有更好的商机 可是当我们选择了以后呢当然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有一个要有要有一个博彩 正常的思维模式哈我们要有一个逆向思维能力的这个思维当我们选定之后就是不动 所以在过去的平台我也吸收了这样的一个大树理论的这样几个法则那第三个条件呢 就是根基 那我们来看一下苏联国际的根基是非常好的 我们从企业文化到产品研发到科学家团队到我们的创业家团队 到全球15个国家的布局我们的根基是非常非常好的好所以呢 我们根基是没有错的哈那第四个条件呢就是要向上长 我们看到这个树林里很多的树为什么它长得长得变得有点有点有点奇怪 它横着长或者斜着长那长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姿态呢 那这个树呢不可能成一个参天大树 那第五点呢第五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要向阳光 所以回到刚才我说的那个那个点哈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要都要有一个正面积极的这样一个心态哈 我们当我们有正面积极的心态的时候呢 我们每个人都是具备了这样的一些特质成功者必须有的特质哈 当我们拥有了十个心态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长期主义大树理论的五个特质啊 我再重复一遍哈 第一是时间第二是不动第三是根基 第四呢向上长 第五呢是向阳光 所以亲爱的各位 当我们把这个学习当成一种习惯的时候呢成功是必然必然的 那成功等于什么呢 成功就等于思想成语行动 不断的重复哈 让自己健康是美德 让家人健康是责任 感谢在线上的所有朋友的聆听 我不知道刚才有伙伴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到这里好吗 再次感谢 感谢所有的朋友的聆听 也谢谢我们后台工作人员的支持哈 谢谢你们 祝愿在线上的所有伙伴都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在3 在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拿到自己想要的所有的成果 谢谢你们 再见